这一条的话是和田玉 天然和田玉 这个有出新疆中玉证书 新疆中玉证书的话 在专门做玉石类的检定的 那它也是蛮严谨的 如果你的透散石成分不到95%的话 它就出不了这个和田玉 它就出不了和田玉证书 所以是打下来蛮多的 然后像这一条的话 这是多宝 然后从这个红色的是南红 穿料南红 那颜色部分是很满的 颜色很满 但是带一点清透感 然后这边的话 从茄末啊 一直到糖料 然后茄末兰 白玉 烟灰 都做一个建成的排列 然后勤水茶芹 深茶芹 糖料的部分的话 这边也都整个配合的很好 那其实和田玉的话 主要就是看体 那体的部分的话 体就价差的部分 就是会蛮多的 来看一下 浴的部分的话 就是如果放久的话 还是要抹一点油 因为怕它干掉 你看这个过眼过灯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结构 过眼过灯这个结构部分都很好 包含这颗南红 南红多裂应该都知道吧 无裂不保三 无裂不能南红 南红里面基本上原石下的时候 它就丢胶桶了 然后至于胶会侵入多少的话 就是到时候切成品的时候 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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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从里面挑出一颗可能 没有列纹的来串 然后这颗高贵不贵 不要说 就都打灯让你们看了 是真的漂亮这一串 这串我真的非常的喜欢 但是就只有一串 这个的话是卡10咪 男女都可以带 10咪的老行猪 老行猪功夫也会比原猪贵一点 但是非常有质感的一串 好好看这个 这个就直接上手 直接带就好了 这么好的好东西 一千多块而已 一千多块而已 就和田玉就放肉露一露 真好看